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Coding Disney 这一节我们的算法题看一看一道有关二叉数节点打印的这个算法面试题 这套题是这样的 当我们给定一个二叉数之后 我们题目的要求是 让你把这个二叉数的外围边缘以逆时针打印出来 大家看在这里面我们给定的一个二叉数是这样的 那么它的外围边缘包括哪一个呢 首先是这个逆时针 大家看往这么一走 逆时针最终回到这个314 所以给定一个这个外围边缘 它的逆时针节点就是314627128 然后是这个017641257292787 这样的话往逆时针打一圈 就是去打印这个二叉数的逆时针边缘 那么给定一个这样的二叉数之后 那么题目的要求就是我们给定一个算法 把它的这个外边缘以逆时针的方式给打印出来 OK 这就是我们这一次这个算法题的题目 那么大家此时可以先把视频暂停一下 然后尝试一下 看有没有好的办法 那么如果你已经考虑过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接着往下走 大家看这个二叉数它的这个外围边缘 实际上它由三部分组成 一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左边缘 大家看左边缘就是从这个根节点开始 314一直到6到271到28 那么这个是左边缘 接下来呢是底下边缘 底下边缘包括的节点有01764125729 那么最后第三部分呢 包括整个外边缘的右边 右边的话就是这个从负节点 而根节点开始往右边走 就是7278 然后包括29 当然29也可以看作是底边缘的一个节点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要打印它这个外边缘 特别是以逆时针来打印的话 我们就根据这个外边缘的组成特点呢 分三部分来处理 第一部分呢 我们先打印左边缘 左边缘很简单 就是从这个根节点开始 一直打印它的左孩子节点 那么从根节点开始 就是这个314 然后打印它的左节点是6 接着继续打印它的左节点是271 接着打印它的左节点是这个28 那么剩下的呢 就第二步呢 就是需要打印它的底部边缘节点 大家看底部边缘节点呢 有一个特点 就是所有的节点呢 底部边缘节点呢 都是叶子节点 大家看这个底部边缘节点 比如01764125729 那么这些它这些节点下面都是没有子节点的 所以它全是叶子节点 打完完呃 做完这个底部边缘之后 我们再打印这个右边缘就可以了 那么底部边缘这些节点 叶子节点怎么做呢 我们还是按照老办法 通过这个中需便利 去访问二叉数的每一个节点 访问每一个节点的时候呢 我们判断这个节点是不是一个这个叶子节点 如果是叶子节点的话 我们就可以一次的去打印出来 当然了 在访问这个底部边缘节点的时候 我们由于是逆死针 所以它是有次序的 逆死针的话 当这个叶子节点处于左边的时候 它必须要先打印出来 那么满足这个条件的话 我们就必须要以中序便利去访问这棵二叉数 因为中序便利的话是先访问左指数 然后访问中间节点 再访问右节点 因此我们用中序便利的时候 这个在访问这个左边缘 底部边缘节点的时候 肯定都是这个呃 左边的这一个叶子节点先打印出来 然后再一次打印右边的节点 OK 这是一点 那么第三部分呢 就需要打印这个右边缘 大家看 我们要打印右边缘的时候 只要从这个根节点出发 然后往下走 打印这个7 打印这个278 但是 现在我们要求是一个逆死针的这个次序的打印 所以我们打印这个右边缘的时候 需要倒过来 要先打印29 打印278 再打印7 当然29 也可以认为是底部边缘节点 那么如果是把它认为底部边缘节点的话 我们打印这个右边缘节点的时候 就先要打印这个278和7 但如果我们直接先从这个根节点的右节点 右孩子开始访问的话 我们就会先访问7 然后再访问278 因此打印这个右边缘节点的时候 我们要把这个次序倒过来 还需要做一个小技巧 OK 那么我们这个算法大概就清楚了 首先呢 是通过从根节点开始 先通过这个左孩子指针呢 先访问它的左边节点 左孩子节点得到左边缘 紧接着通过中序便利 便利整颗二刹数得到它这个底部边缘节点 最后再去跟从这个根节点开始 进入它的右孩子 一直去访问它的右孩子节点 那么在这里面的时候呢 我们要想办法把这个访问的 右孩子节点的次序做一个转制 OK 基于这样的思想呢 我们看看这个代码是怎么实现的 代码是这样的 大家拿到这个代码的时候可以看一下 在我们所有的逻辑呢 都把它放入到这个 anti-clock wise travel 这一个类里面 那么这个类里面呢 它初始化的时候 然后会先把这个二刹数的根节点给放进来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面有一个变量 叫做anti-clock wise load list 也就是说我们逆时针访问的所有节点呢 都会存储到这个对列里面 OK 那么首先我们访问的时候呢 需要分三步骤 第一部分呢 先访问左边缘节点 所以对应的函数是这个left side nodes 接着呢 我们要做的是这个底部边缘节点 底部边缘节点的时候 我们走的函数是get bottom side nodes 那么这个访问底部边缘的时候呢 我们通过一个中续变列来进行 在访问这个左边缘的时候 我们从根节点出发 大家看在这里面 我们就一直访问它的左孩子节点 那么每访问一次的时候 直接把这个节点先加入到这个对列里面 那么访问这个底部的时候呢 我们用这个中续变例先访问左孩子 然后再访问中间节点 最后访问右孩子 那么访问这个中间节点的时候呢 我们看这个节点 如果它的左孩子和右孩子都是空 那么这样的话 那么这个节点呢 就是我们要需要访问的这个叶子节点 因此就可以把它加入到我们这一个对列中来 大家看在这里面有一个判断 是这个对列里面的最后一个节点 跟当前要加入的节点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要这么判断呢 它的原理是这样的 我们这里做这个if判断呢 主要是在这里 大家看这个左部边缘节点的时候 我们会访问到这一个28 这一个节点 但是28这个节点呢 同时也是这个底部边缘节点 所以我们便利这个底部边缘节点的时候 要注意不要把这个节点28给加入两次 如果加入两次的话 这个节点在对列中就要重复了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 在这里面我们添加了一个这个判断 添加这个判断的时候呢 添加这个判断的时候呢 就是为了防止我们把这个左边缘的这个节点添加两次 OK 这是第二步 然后第三步呢 叫做我们要访问的是右边缘节点 访问右边缘节点的时候呢 我们就一直去从这个一直从根节点开始 从根节点开始 然后从根节点的右节点 右孩子一直往右走 那么所便利到结所便利到的节点呢 就是右边缘节点 在这里面呢 大家看我们从这个根节点出发一直往右走 走的话会便利到727829 但实际上我们由于是逆时正访问的 所以我们便利的次序至少应该是这个29278和7 那么为了把这个次序导过来呢 我们在这里面做了一个小技巧 就是先把便利到的节点放入到一个堆栈中 大家知道前面我们讲过堆栈的特性呢 是这个后进先出 那么这样的话 我先访问这个7的时候 7会压在堆栈的最底端 然后访问278会压 然后再把这个278压在 压在节点7的上面 最后如果访问29的话 会把29压在278的前面上面 那么我再把这些节点从堆栈里面弹出来 根据这个后进先出的原则呢 如果在顶端是278的话 那么我就先弹出278 然后再弹出7 这样的话 我就把这个右部边缘的节点呢 把它的次序给导过来了 OK 这就是我们这个算法的一个这个 基本的这个原理 最后呢 再看一下我们这个 入口处的节点 入口处的代码 在入口的时候呢 我们先把这个二叉数的这个 中序便利和前序便利的节点次序 给放入到一个数组中 上一节我们讲过了 给定两个便利次序 节点的便利次序之后 我们如何构造这颗二叉数 所以我们先把图中 这个二叉数的节点呢 放入到这个 中序便利和前序便利的这个 对列中 然后构造出这个二叉数 然后再把这个二叉数 放入到我们的类里面 最后得到这个 逆时针的这个外围边缘节点 得到这个外围边缘节点 对列之后再把它打印出来 OK我们在这里面看一下 射端点看一下 我们这一个代码运行的情况 OK在这里面我们设一个断点 然后在这个中序便利的时候 我们设一个断点 最后在这个 获得右边缘的时候 我们再设一个断点 这样的话我们走起来看一下 把代码调试起来看一下 OK大家看一下 首先进来的时候呢 大家看首先进来的时候 这个节点值是314 那么就是我们这个 跟节点 然后我们往下走 接着第二个节点是6 大家看正好是这个节点 然后再往下走 这个节点值是271 所以是这个节点 我们再往下看 再往下走 大家看这个节点值是28 所以是这个节点 OK这样的话 左边缘我们就走完了 好就出来 然后接着我们要走这个底部边缘 这些节点 也就是它所有的叶子节点 我们再看一下 分点进来的时候 OK到这里面来的时候 我们通过一个中序便利呢 找到了一个这个 找到了一个这个叶子节点 也就是它的这个左右 左右孩子均为空 这样的话我们看一下这个节点 大家看我们现在找到的是28 由于这个28呢 已经加入到对列了 所以我们在看到这个对列最末尾的时候 我们要判断一下 当前这个节点是不是已经在对列中了 如果在的话 我们就不需要再往对列里面添加 大家看28在上一步已经加入到对列中了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就 我们这里面就走了过去 大家看就出来了 出来之后呢 就不把这个28再添加一次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看 这时候到了 再便利到了一个叶子节点 大家看 这个叶子节点是0 所以我们就找到了这一个底部节点 好就把它给加入到了我们的对列中 接着这一次呢 我们找到的节点是 大家看是17 正好是这个节点 所以也把它给加入到对列中 下一次再来的时候 我们找到的节点是641 应该是 大家看正好是641 所以找到的是这一个节点 所以我们把它给加入到对列中 加入到对列中 然后再来一次 这时候找到的节点是257 大家看257 大家看257是这个节点 所以我们再把它给加入到对列中 OK 然后再来一次 这时候我们找到的节点是这个29 大家看29已经在这里面了 29 这时候把这个29给加入到对列中 接下来呢 我们就该寻找这个右边缘节点了 在做这个右边缘节点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把这个节点的次序给颠倒一遍 所以我们再看一下代码总是怎么做的 然后再来一次 OK 在这里面的时候 我们从这个跟节点出发往右走 然后找到的第一个节点是7 我们看一下 把这个7 节点7 大家看节点7呢 我们没有直接加入对列 而是先加入到一个对站中 对站中 然后往右走 这时候我们遇到的节点呢 是这个278 是这个节点 OK 再把它加入到对站中 然后再往右走 这时候我们遇到的节点呢 是这个29 大家看正好是这个外边缘的29 OK 进入到这个对站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整个这个右边缘的节点的次序给反 倒转过来 大家看一下 这时候我们先弹出第一个点 大家看一下 OK 这个29是最后入站的 所以它最先出来 那么先得到的这个点是29 这样的话 那么由于29呢 已经在这个对列中了 所以我们就不把29给加入对列 OK 就直接出来了 紧接着我们就把这个 大家看一下 现在的点呢 是278 大家看 这时候是278 所以我们把它取出来 取出来之后 把它加入到对列中 OK 最后得到了这个节点呢 OK 最后得到这个节点是7 那么我们就把它给加入到对列中 OK 这样的话我们整个这一个 我们整个这一个呃 对列里面呢 就包含了二叉数 外边缘节点的逆时针 逆时针的这个排列情况 最后呢 我们来到这里面的时候 我们回到这一个主函数的时候 我们会把得到的所有加入这个对列里面的节点呢 全部打印出来 我们看一下结果 OK 大家看 我们打印出来的结果是这样 首先呢 是314 大家看314 6 271 28 0 17 然后641 大家看641 大家看641 641 然后这边是 OK 这个641 641之后是257 大家看641之后是这个257 257之后呢 是29 OK 29之后呢 是上面的278 所以最后是7 大家看 我们最后打印的结果就是把这个外边缘 大家看从这个逆时针的外边缘的这些节点呢 全部给打印出来了 这样的话 我们算法就达到了我们的目的 好 我们再分析一下我们这个算法的时间复杂度 我们算法的时间复杂度呢 主要是在第二步的时候 需要把这个底部的节点需要全部便利一遍 所以这个叶子节点便利的时候 我们使用的是这个中序便利 中序便利的话 需要去这个需要把每一个节点都便利一次 所以整个算法复杂度是ON 这个N呢 指的是二叉数的节点数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使用到对列来去存储这个 每一个节点的这个 使用对列来存储每一个节点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的这个空间复杂度也是ON 那么综合起来看的话 我们打印 我们算法去逆时针打印这个二叉数的外围节点的时候 整个算法复杂度 它的这个时间复杂度是ON 空间复杂度也是ON OK 这就是我们这一节的主要内容 我们这一节呢 其实它指这里面看起来简单 实际上也不是很容易 因为你要打印这个外边缘节点的时候 需要你把它分解成三种节点情况 如果想不到的话 那么处理起来就就比较棘手了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要处理这个右边缘的时候 你需要知道啊 有一个堆栈这个结构呢 能够把这个节点次序给倒过来 如果在面试的时候想不到的话 那么在这里面一慌乱的话 有可能也会在面试的时候带来不良的影响 所以我们这一节呢 其实是这个考察了一个候选人的这个分析能力 以及它的基础知识 特别是这个所有相关的数据结构 全面掌握的一个基础的这个 基础的这个数据结构的基础知识能力 所以整道题解决下来呢 其实也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OK 这就是我们这一节的主要内容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后续的课程 谢谢大家 最后呢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这里的这个 关注一下我这里这个公众号的 公众号 我到时候会把所有相关的这些资料呢 全部发到我的公众号里面去 大家关注的话 可以及时的得到第一手的这个信息的资讯 好 谢谢大家来到Coding DC 谢谢大家